Hello,大家好,我是PiPi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意大利点心Bruschetta 非常简单开胃,是清爽的酸甜口前菜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今天用的是超市里现成小号的Jabatta 用法棍也可以,但是Jabatta比法棍水分大,更松软 个人比较喜欢 放烤箱220摄氏度烘6分钟 要是能自己做的话,口感和效果肯定更好一些 我今天用的配料是从一个意大利同师那里学来的 配料只有三样,也比较家常 准备一点樱桃番茄Cherry Tomatoes 小番茄比较适合做这种沙拉类的菜 最好是熟一点的,没这么酸 再准备一点新鲜的欧芹Parsley,再剥几颗蒜 就这三样配料 这边大概是250克的番茄,切成小丁 切完是一个cup的量 把欧芹上的叶子扯下来 我这边扯了大概三株欧芹叶子 稍微切一下,不用太碎 大概是三分之一个cup的量 拿个盆子拌料 番茄和欧芹放进去 撒一小撮盐 一小撮胡椒 提一下味 放一个tablespoon的意大利香醋 Parsal Mcvinegar 最好是用这种醋 要是没有,你放葡萄酒醋 甚至苹果醋都可以 但是蘸饺子的正椒香醋之类的就算了 现在再放一个teaspoon的extra virgin olive oil 特级出炸橄榄油 这种等级的橄榄油适合拌沙拉生吃 搅拌一下 现在把烘好的面包切片 来看一下这个chapata的切面 因为水分比较大,所以这个孔也比较大 很松软 把蒜拌切两半 在面包切面上涂一下 这边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 建议不要拼命搓 不然蒜味很大 取一勺拌好的料 就可以吃了 这一款brusketa很适合你家里开party 招待客人 而且是全素的 酸甜又有面包和一点蒜香味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开铃铛 我是PiPi 我们下期见 就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